从没见过这样憋屈的开国元帅 明明是倒穿草鞋 引追兵 无麻醉手术 不吭声的君神 建国后却几乎没有在中央担任任何要职 不仅如此 在他去世后 他的子女甚至都没有得到任何帮扶 更没有什么红二代的光环 就连曾与他称兄道弟的邓公 都在主持完他的追悼会后袖手旁观 任由他的子女或者普通人的生活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 又为什么会落得如此遭遇呢 欢迎摆得搜索 开国元帅刘国成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1944年邓公与妻子卓琳喜得义子 虽然孩子的降生让他们兴奋无比 但在为孩子取名的问题上 夫妇俩却罕见的犯了仇 一开始对太行山有着特殊感情的邓公 本想为孩子取名邓太行 可考虑到大儿子已经取名刘太行 卓琳便拒绝了邓公的提议 正当夫妻俩没有灵感时 邓公大手一拍 决定让刘国成为自己的小儿子赐名 自从1938年1月 邓公奉命前往太行山担任政委后 他与刘国成的刘邓二人组就再也分不开了 倒在此前 邓公就对刘国成的军神名号有所耳闻 特别是在听说 他与部队士兵同吃同住 丝毫没有首领做派后 刘国成在邓公心中便更加伟岸 也正是因此 在刘邓二人会面后 两人默契十足 不仅互相配合 打出了袭袭杨明宝这样的奇功 更是在后面的百团大战中为抗战的最终胜利 奠定了坚持的基础 在长达13年的合作时间中 邓公与刘国成早已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1950年 刘国成辞去全部职务后 邓公还亲自来到机场 为这位战友送行 可以说 论与邓公战友情义 刘国成绝对是排在前列的 所以在邓公表明自己请求后 刘国成便毫不思索的答应了下来 望着邓公小儿子的面旁 刘国成表示 这个孩子智朴方正 为其取名邓普方再好不过 文言邓公十分满意 当即就拍板决定了小儿子的最终姓名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几十年后的一天 在面对刘国成的儿女时 他却没有当初刘国成那么积极 照理来说 作为革命将领的后代 刘国成的子女 理应得到党中央的特殊照顾 所以在刘国成去世之初 有关工作人员就曾请示过邓公 要不要将刘国成的儿女们保护起来 可让人意外的是 作为刘国成追悼会仪式主持人的邓公 却罕见拒绝了工作人员的请求 并表示不必有任何特殊关照 甚至即使是刘国成的子女要找工作时 党中央也没有任何帮扶政策 作为英雄儿女的他们 就这样过完了普通人的一生 难道说邓公的如此选择 真的是恩将仇报吗 其实不然 作为多年的好友 邓公对刘国成自然是曾了解 他知道刘国成是一个言于律己 不愿受到什么特殊待遇的人 哪怕立下了赫赫战功 建国后的刘国成也是毅然决然辞去了所有职务 专心去建设陆听学校 这样的人是不会愿意让子女收到特殊优待的 因此为了能够满足老友最后一个心愿 邓公这才对刘国成的儿女视而不见 与其说邓公忘恩负义 倒不如说能够做出这样艰难决定的邓公 才是真正了解刘国成内心想法的至交好友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